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年11月8日东部时间13点50分之前入池 才能在此轮被邀请 最近 加拿大2024年快速通道也称一亿移民通道的配额被一名持牌移民顾问 在获得移民部备忘录制后公开 在4月21日 移民顾问Kabel Kamal在X上发布的帖子显示了一亿移民通道中不同项目类别的配额数据 包括全类别 法语 医疗工作者等等 根据图片显示内容以及移民部此前公布的2024年一亿移民通道总计11万0770人的数据 可以计算出各类别的邀请人数目标 从数据可以看出 今年联邦政府对一一移民的重点放在了法语类别和STEM科技工作者 全年类别的比例排名第三 Kabel Kamal表示 这个表格第一眼看上去相当令人担忧 因为它表明 今年78%的邀请将通过定向抽签来抽出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据英文媒体《卡尔加里新世报》报道 总部位于卡尔加里的航空公司周一表示 西捷航空正在扩大其在亚洲的覆盖范围 从5月17日开始 从卡尔加里出发的西捷航空航班 将进韩国仁川机场 再飞往四个亚洲国家的六个城市 此次增航是西捷航空与大韩航空合作的连程航线 并非直飞 西捷航空新增的六个亚洲目的地如下 它们分别是泰国曼谷 越南县港 越南河内 越南胡志明市 中国香港 新加坡 该航空公司表示 在旅行高峰期 从卡尔加里飞往首尔的航班 预计每周最多运营三天 西捷航空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此次扩张计划旨在增强与亚洲 更多目的地的联通性 并提供更便捷的旅行体验 乘客只需买一张连程机票 不必担心行李转运的问题 麦吉尔大学奖师兼航空专家 John Gradyk表示 此举是对加航宣布其国际扩张的回应 过去几个月 加航大幅增加了进出亚洲的航班 由于西捷航空没有可以飞行如此长距离的飞机 因此它利用与大航航空的协议来实现这一连接 从仁川国际机场飞往新目的地的航线 不使用西捷航空的飞机或机组人员 而是由大航航空的飞机和机组人员运营 该航空公司表示 增加国际航班也将有利于加拿大旅游业 并创造更多国际商机 大韩航空副总裁兼国际事务主管King表示 这一措施为乘客提供前往亚洲和加拿大各城市之间的更多联系 周一宣布这一消息之前不久 西捷航空还宣布 预计从5月开通从凯尔加利飞往冰岛的直飞航线 该公司于2023年11月表示 将提供每周四趟飞往冰岛凯夫拉维克的航班 该航司还表示 西捷将成为唯一一家提供从凯尔加利直飞冰岛的航空公司 航空专家John Gradyk认为 航空公司开通飞往新目的地城市的航线 具体取决于受欢迎程度 如果有足够的需求 他们可能会考虑在两个城市之间启动服务 加拿大公共政策智库飞沙学会发布一项新的研究 指出年收入在3万元到6万元之间的加拿大家庭和个人 面临接近或高于50%的边界有效税率 飞沙学会是加国无党派的独立智库 学会财政研究主任傅斯说 中等收入的加拿大家庭面临着很高的边界有效税率 往往比收入最高的加拿大人还要高 该学会发表的研究题为 加拿大公新家庭的边界有效税率 作者是卡尔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校授巴泽尔 边界有效税率衡量的是 每多正一元而导致个人所得税以及政府福利的减少 例如每月的加拿大儿童福利金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减少 换句话说 有效税率是当你赚更多的钱时 你所支付的税和你所失去的福利的总和 现在的问题是在全国各省中等收入的个人和家庭面临的边界有效税率最高 这使得人们没有意愿赚取额外收入 税收增加以及政府福利减少严重抵消了多赚的收入 研究称年收入在3万元到6万元之间的家庭面临着最高的边界有效税率 例如家庭收入为6万元的家庭在每个省都要缴纳50%或更高的实际税率 在魁北克省按这一收入水平计算边界有效税率高达67% 在各省中卑诗省年收入3万到6万元的税率最低 安省年收入3万到6万元家庭的边界有效税率50% 比年收入30万元及以上的高收入家庭的边界有效税率44%高出6个百分点 报告作者巴泽尔说 中等收入阶层的家庭一直面临着不成比例的高边界有效税率 这引发了对税收和转移支付系统公平性和效率的质疑 这些发现强调了有必要优先考虑削减低收入家庭的边界有效税率 随着加拿大的食品价格不断飙升 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越来越关注一些基本食品的价格是否过高 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超市巨头进一步承担责任 并对他们的许多做法提出质疑 肉类的价格和质量一直是投诉的主题 包括今年早些时候 Loblar超市开始将一些牛肉标记为未分级 近日又一种特殊牛肉引起人们对其安全性的担忧 上周末 一位购物者在X上分享给杂货专家Dr. Silvin Charleboy的一张照片引起了病毒式的传播 照片显示 安省沃泰华一家超市的肉类货架张贴了一个特殊告示 本展示柜中的碎肉产品是用新鲜和冷冻肉制作的 对此 数十人发表评论表达了担忧 称就食品安全而言 将新鲜牛肉碎和冷冻牛肉碎混合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并称他们绝对不会买这种肉 一条评论指出 这听起来既不卫生也不合法 因为部分的肉已经被冷冻过了 其他人建议 这类产品应该进一步打折 并贴上今日食用的标签 还有人认为 超市应该提供详细的警告标签 说明潜在的食物中毒危险 因为知道你买的肉是否以前冷冻过是很重要的 这样做安全吗 你不能重新冷冻解冻的肉 另一个人在讨论中说道 Dr. Charleboy在回复中提供了一个链接 使像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的一个页面 建议不要重新冷冻已经解冻的肉类 该页面写道 一旦食物完全解冻 就不要再重新冷冻它 只有在食物表面仍然有冰筋的情况下 才可以重新冷冻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最近 多伦多的一处Airbnb房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该帖子广告中的旅馆看似位于 High Park的一处私人住宅内 地下室内设有多个双层床 最多可供实名男性和女性共用 虽然青年旅社比传统酒店便宜得多 更具社交性的住宿方式而深受年轻旅行者的欢迎 但这个看起来是青年旅社的出租屋 只提供28天或以上的出租选择 这对于单纯来短期旅行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短期租赁 每个床位每月原价为1020元 在398元的折扣优惠后 实际为622元每月每床位 我们在多伦多最美丽的地区之一 High Park提供安静的住宿 这里有很多绿色植物可供探索 还有一个可以做饭的地方 这是一栋老房子 但每天都会清洁 每周都会进行深度清洁 该出租屋的描述中写道 该地下室最多可容纳10人同时居住 并且有一间完整的浴室 房客可以使用厨房 无线网络和洗衣机 但没有一氧化碳或烟雾报警器 大多数使用旅馆的租客 应该都是白天出去工作或出门观光的 目前很多租客和房东担心 多伦多缺乏针对短期租赁的法律 而且有房东将多名租户 通常是国际留学生 挤进单间卧室的现象 以上就是今天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